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新北市系指未满月龙凤胎男婴,本月23日被检查出克沙奇,B1型肠病毒并发重症,为新北市今年首例肠病毒并发重症,经过治疗后已有改善,人在住院观察当中,新北卫生区呼吁,虽然现在并非肠病毒流行期,但病毒感染力强,家长还是要多加注意。 综合媒体报道,男婴在8日出生后,于11日高烧39度而且并发心肌炎,脑膜炎,生命迹象不稳定,她的龙凤胎姐姐则在两天后发生类似症状,初步检验男婴疑似感染克沙奇,B1型,好在心肌炎和脑炎的症状已稳定下来,男婴家人医院医护与婴儿室内其他幼儿都没有,不是情形。 新北市卫生区及病管制科长许玉芬表示,目前并非肠病毒流行期,但病毒传染性强,家庭和托育机构都容易传播。 5岁以下婴幼儿是重症高危险群,许玉芬呼吁家长们外出返家后,要喂食,搂抱婴儿之前,应先更衣并以肥皂正确洗手。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啊一定要把 Dentist Teraz 视频道不知� Exodus 六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 认阅 picks Mist E积 Sandra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啊、葡刃介 pressures 你 Vanessazd获有益